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乐在慢活 健康生活 对不对 我们的骨骼行程之后 一直支撑着我们身体 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所以说明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 他们说骨骼是活的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 都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骨骼 不然它发病起来的话 可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洪胜明 医生来跟我们解答 欢迎医生 欢迎医生 你好 洪森 您好 请问这个骨骼是活的 是真的吗 对 骨骼都是活的 因为它会有一些新陈代谢 一直在把那些旧的骨去掉 新的骨也会再生长出来 那听说骨骼是会生病的 到底骨骼有什么病 主要的问题是骨质疏松症 很多时候很多人混淆了 好像关节的问题 就好像关节炎 以为这个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所以除了这个其他的 对骨骼的一些问题 都是基因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从小可能基因的 某某因素骨骼太硬或太软 不过这些都比较罕见的 那到底正常的骨骼跟骨质疏松 有什么不同呢 我这里就有一个模型 就跟你解释一下 正常的骨骼你就会看到 它的那个骨质密度 跟骨质疏松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它不只是那个骨质的密度 它的那个结构也会受损 所以你就会看到 如果你是骨质疏松的话 骨折的机会当然会比较高 因为你的那个骨质的结构会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对 一看就知道这边真的是 感觉上一跌的话就要碎掉 这个感觉是已经很严重了吗 这也算是比较严重的 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骨质疏松的一场 其实在胎里 骨质已经开始慢慢地累积 然后什么东西会影响到 那个骨质疏松的数字 主要的是基因 所以要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骨质疏松 或者是骨质的问题 然后在胎里的时候 孕妇的那个营养吸取得不够的话 也会导致骨质疏松 接触到外来的读书 比如抽烟或者是二手烟 也会影响到胎儿的骨质的累积 所以这些都有负面的影响 当然需求也会影响到 那个胎儿的骨质的密度 这样子听起来医生说的是基因的问题 但是像我们理解的 平常人就会觉得说好像年纪比较大 尤其是女性 像我妈她们更年期之后 就可能要注意就是她骨头密度的问题 不然的话很容易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对吗 运动跟饮食很重要 运动能刺激我们的骨质的生长 然后户外运动的时候 你能接触到阳光 阳光也能让你产生维他命D 所以那个维他命D 其实对那个骨质的累积是很重要 他能帮助你的吸收盖制的能力 研究显示发育十七十一到十三岁 所以这两年所累积的骨质 就等于一个妇女更年期三十年后 所流失的骨质 如果像比较年轻 像我跟我妈比起来的话 因为我妈年纪比较大 也更年期了 她是不是患上骨质疏松的机率 会比我更高 为什么一个妇女经过更年期 她骨质疏松的机会会比较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你更年期过后 你就缺乏雌激素 所以雌激素其实能保护那个骨质的素质 它会避免你的骨质流失 不过到了更年期过后 你就完全没有雌激素 那男生的更年期一般来说是比较晚的 那他们是不是就患上这个机率会小一些 男性本身并没有正确的 有更年期这个现象 就比如一个同样年龄的 六十岁的男生跟六十岁的妇女 其实六十岁的男生的雌激素 还比六十岁的妇女还来得高 为什么 因为男性的荷尔蒙会在身体 会被转变成雌激素 间接地保护他的骨隔 然后为什么男生也会比较低的骨质率 或者是骨质疏松的几率 就是因为他们在骨的结构也比女生还要坚固 真的是这样 那如果真的流失的话 要怎么样让它再补充回去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从饮食跟运动来看 对 着手了 虽然你不能增加你的骨质密度 你能减缓它的流失 所以就比如吸收足够的钙质 足够的维他命D跟蛋白质 能再加上运动 就会增加你的骨质的素质 而减缓它的流失 医生 因为像是有些老人家他胃口不好 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补充钙质 一个老人大概一天所需要的钙质 大概是一千两百毫克 如果他不能从食物中吸取到一千两百毫克 他可以从辅助品当中来补充那个钙质 那我们知道骨骼就像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 会慢慢地老吧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知道呢 我们已经达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个阶段 有一些因素可能你可以考虑 就比如好像如果你四十五岁之前更年期 就应该尽早跟你的医生谈 可能做一个检验 看你的流失的速度有多快 有一些人因为假装性全胎症的话 也是应该去做一些检查 看它的骨质有没有流失 有一个测试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亚洲 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它是用我们的年龄减于你的重量 如果年龄减于重量的话超过二十 就是你是高风险 你应该去做一个骨质密度的测试 所以如果你六十岁 你只有四十公斤 这样大概是二十 所以你就应该去做一个骨质密度的检测 什么年龄是进入最高的骨质疏松症的阶段呢 通常在妇女我们会说更年期过后 主要的是在六十五岁过后 我其实就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研究 他们会说因为你可能是需要晒太阳的 这样子你的骨头可以补充这些维他命D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不可以涂防晒 然后因为你防晒就会阻断这个维他命D的吸收 对 澳洲的一个研究显示 其实你的脸部跟手部跟脚 如果能每天晒大概三十分钟的太阳的话 就足以给你每天一千 国际单位的那个维他命D 这样就足够了 所以刚下你就说了防晒油怎么办 对 只要你擦上防晒油 其实你的皮肤很难制造维他命D 有说几点到几点的太阳会比较好一些吗 其实是十点到十二点的那个太阳 十点到十二点 要够晒的太阳 但是那子外线很强 对 不过其实你在两个小时之内 对皮肤是没有伤害的 因为我们都怕老 在两个小时后可能会比较有 黑斑跟缺斑的问题跟皮肤老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像我所说的 很多女人都困扰了 对 每个都爱眉 不过你外表就漂亮 那里面就烂了 你这么讲 我来考虑一下 医师 刚才你说补充这个钙质 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高钙的食品呢 在本地就好像我们的姜鱼仔 芥兰 还有一些那些好像杏仁 有一些豆浆也可以帮助我们补钙 然后运动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三样其实要一起和平 它那个骨质的素质就会进步 其实医生 很多人不知道运动是对这个骨质疏松症有益 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记下这一点 就是运动非常重要 对 运动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担心骨质疏松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对 不过你要了解到如果你不跌倒 你就不骨折了 对 运动不只是要走路 而且要做一些平衡的运动 就好像瑜伽 太极 这些会增加你的平衡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半岛 不会跌倒 你就不会骨折了 其实我常常跌倒了 我在每个国家都跌得很重 所以我每次一查起来 我没有骨折或什么 我就会想 那有些人告诉我 是因为我缺乏维他命D 是真的有这么说法吗 有些人缺乏维他命D 会导致那个肌肉的萎缩 这样肌肉没有力的话 当然你的平衡就比较差了 如果真的患病之后 再治疗会不会太迟呢 真的是折到了已经 现在药物的治疗法都非常好 就好像我有些病人 他们有脊椎骨的骨折 痛了很久 当我们饮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可能一两个星期它就不痛了 是痊愈还是止痛呢 它不只是止痛 它就会增加那个骨质的数字 它就不会一直在骨折 脊椎骨骨折是挺严重的 脊椎骨骨折不是表示说 它不能够走路了吗 还能够走路 其实有些人脊椎骨骨折 他也不知道 像是你有看过一些驼背的老太太 尤其是那些做出工的 因为当他们脊椎骨有骨质疏松的时候 它又要搬种了东西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脊椎骨折 导致它有驼背的这个问题 那骨质疏松带来最大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最大的危害就是那个宽骨骨折 因为宽骨骨折它就不能走动了 多数的研究都显示 如果你旷骨骨折 你一年内死亡的几率是大概是30% 很高 真的很严重 而且过后就算你能复原的话 你的几具饮食你都需要人家帮忙 是 真的很谢谢今天洪医生为我们的分享 所以大家记得在家里的时候 要多做一点就是平衡性的运动 然后饮食社群也要均衡 然后多出去走动晒晒太阳 来照顾你自己的健康 乐在骂活 健康生活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向云姐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像是写字 开灯 穿脱衣服等等 都是需要用到上半身的肌肉的 可见得维持我们上半身肌肉的锻炼 是可以有助于维持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 那要锻炼好上半身的肌肉 就得做这上肢激励的训练 那是不是上健身房 举一举哑铃就行了呢 其实不需要 在家就可以锻炼 那我们今天的教练带来一个新道具 让大家在家就可以做运动 我们欢迎教练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内教练 今天的新道具就是水瓶 所以我们在家找一个 可以用手保住的水瓶 拿水瓶去 好 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具水瓶 所以记得一只手可以保住它就好了 先放在旁边 我们先做热身 好 好 右脚抬起来 左手伸起来 我们先做踏步热身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记得在家做运动的朋友 要找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 然后在做运动的时候 要把声音数出来 记得背打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很好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脚去动 手臂一个站的动作 顶在你的胸口 好 往后旋转 一 二 很好 三 记得手脚搭配在一起 动作可以大一点 记得声音数出来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很好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很好 十七 十八 十九 往前转 来 一 二 脚记得放轻一点 不要太用力 六 很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很好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 现在请你把水瓶拿起来 拿在这只手 先用单手拿水瓶就好了 好 另外一只手 请你扶住椅子 把背打直 好 这时候把手放下来 好 看老师的动作先 如果你拿起来的话 请你转向到你的胸口的部分 肩膀的高度 然后放下来 手扶住椅子 帮助身体不要去晃动 好 记得我们在做这个地方的肌群 好 来 开始 一 放下来 二 很好 好 三 因为水瓶有重量的关系 所以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看你的手的状态 可以把水倒掉 或者是把它加多一点都可以 但是记得不要憋气 拿起来的时候就数 持久 动作不要快 二十 好 这时候请你换另外一只手 好 记得手一定要扶住椅子 好 放下来 背打直 跟刚刚的速度一样 来 开始 一 放下来 二 特别注意 在做的动作 请你慢一点 用移动的方式 不要用甩的 不要用甩的 当你甩的时候 这个肩膀就容易受伤 所以记得慢一点用移动的 教练 请问是不是手臂不要动呢 是的 如果这个动作 尽量是你的大臂不要动 小臂动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是固定住的 所以如果你跟着动就变成甩了 甩的话肩膀就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也要学会对的动作 才会帮助你在做的时候 不会有运动伤害 加油 记得要数出来 很好 十八 很好 十九 最后一下 二十 好 接着换到另外一只手 拿住水瓶 一样另外一手扶椅子 把你的手打开来 好 像在推东西一样把手推直 一 二 好 手在耳朵的旁边 然后放下来 注意 是放在旁边 不要敲到自己的头 来准备 往上推算一下 开始 一 放下来 二 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要循序渐进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重了 可以把水先倒掉 没关系 六 很好 七 记得身体不要动 八 已经觉得有点酸了 九 累的话可以自己休息一下 但是就是不要憋气 十 很好 十二 不驼背 十三 加油 十四 十五 加油 十六 手推直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最后一下 二十 来 请你换到另外一只手 记得如果觉得水瓶太重 可以倒掉一点水 是的 现在可以吗 手累了已经 但是记得如果你在做运动 尽量做完之后才倒掉 不要做到一半就倒了 好 两边要平衡 要平衡 如果这边无下 那边就要无下 对 来 手扶椅子 再换另外一只手 准备 打开 来 推直 一 放下来 二 三 通常我们在做水瓶训练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运动的习惯 通常我们都会用一只手先 因为你这样可以确保动作不较确实 那之后等我们的手比较有力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双手一起拿 但我们先用单边训练的把动作做对先 好 来 放下来 十一 十二 很好 十三 记得不要驼背 十四 很好 十五 十六 加油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 请你换到另外一只手 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动作要训练我们的三脚肌 如果男生你想要有一个宽一点的肩膀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就要训练这个动作 女生的话 训练这边可以稳定肩膀的稳定性 就比较不容易有肩膀痠痛的问题 所以先看老师怎么做 手伸直 另外一手扶椅子 直接旁边拉起来到九十度就好了 不要拉太高 这样的负担太大了 所以放下来就好 九十度 拿起来 好 来 手伸直 背打直 手扶椅子 一样拉起来的时候数一下 来 开始 一 好 放下来 二 很好 三 上跟下的速度是一样的 四 很好 加油 五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发抖的感觉 六 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真的抖到不行 休息一下 代表重量太重了 八 很好 九 十 十 很酸 十一 加油 所以一样在家做的朋友 十二 一样你要量力而为 十三 十三 很好 可以十五下吗 十四 十四 问题 可以 最后十下 十五 好 十五下之后换另外一只手 来 换另外一只手 好 记得我们左右手的力量 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次数一定要做一样 来 准备 不要用甩的 来 开始 一 好 放下来 二 很好 三 老师要讲解一下这个动作 四 一样是从旁边拉起来 不是往前 五 也不是往后 如果你往前往后的话 其实这个肌群就错了 所以是直上直下 四 在侧边就拿起来 八 很好 九 十 你加油 最后五下 十一 很好 十二 加油 十三 很好 十四 即便很累 你还是要把背打直 十五 好 放下来之后 两只手拿住水瓶 好 两只脚稍微打开 这时候可以坐前面一点 手放下来 双手一起拿起来放到胸口 但是不要敲到自己的下巴 放下来 好 好 背打直 来 准备 开始 一 放下来 二 很好 三 起来的时候数声音 四 这连这一样吗 两只手要夹着吗 两只手轻松放住就好了 不用特别地处理 跟住水瓶就好了 好 这个动作做二十下 两只手一起用力 所以水瓶不是歪的 是直的 十 十一 很好 加油 十二 十三 手尽量伸直 十四 十四 很好 十五 好 现在先把水瓶放下来 好 这时候把你的右手打开 来 然后放到胸前之后 我们推住它 好 背打直稍微用力一点 我们hold住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放下来换一只手 一样十秒钟 一 二 在做水瓶运动的时候 如果你会觉得手会疼痛 那你就要适当地休息一下 好 因为我们做运动要量力而为 循序渐进就可以了 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把手放下来 背打直 做一下深呼吸 来 准备 好 来 吸气 吐气 搭配你的手 第二次 来 吸气 吐气 最后一次 来 吸气 吐气 好 你做得很棒 给这个掌声鼓励 鼓励 我发现做完了之后 我的大臂 我的小臂 还有我的手指都很酸 是 一个水瓶看似好像很简单 加上这个水是有一定的重量 那大哥 大姐 虽然无法出门 没有器材 再也不是借口了 可以善用我们的水瓶来做锻炼 没错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今天教练 谢谢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家常新主义 美味好创意 医师 对你而言 新年必吃的年菜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我一定要喝猪肚汤 因为它就像一个百宝袋 里面可以装下许多的祝福 像是财富 健康 平安 讨个好兆头 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他不只是在新年吃 而是从小吃到大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尹霜 嗨 欢迎 姐姐妹妹两位好 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Hazel 尹霜 欢迎你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其实这个猪肚汤不只是在新年吃 在冷天的时候来一碗 那热腾腾的猪肚汤 幸福满满 我跟你说 我觉得猪肚汤 不管是冷天还是热天都非常适合吃 因为它就是一份暖意 对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猪肚汤我从小吃到大 这是我姑姑最拿手的猪肚汤 然后你要什么料都可以加进去 是 像我姑姑就加了猪肚 也加了排骨 也有粉肠 我爱喝猪肚汤 真的 然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到底要怎么煮 所以他会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 把猪肚还有鲍鱼片放进滚水当中 煮到差不多5点左右吧 然后就放入五花骨 还要放入粉肠 煮到7点钟 我是觉得真的味道很不错 是你煮的吗 还是姑姑煮的 我煮就不是猪肚汤了 是猪肚汤 猪肚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 是因为它没有那个烧味 因为如果猪肚清理不干净 那个味道是很重的 但是你们家不爱放胡椒粒是吗 因为我们张家人 其实真的不太会吃辣 所以就为了迎合我们的口味 姑姑就放少许的胡椒粒 难怪我就觉得说 跟外面吃的不一样 它的胡椒粒比较少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足的 肯定 那其实你今天想要找Chef怎么帮你呢 其实因为我从小就吃这猪肚汤 吃到大二十几年下来 我觉得是时候 让我回一份礼给我的姑姑了 给她一份惊喜 所以我想说Chef可以如何 和帮我把这一道猪肚汤 变成比较不一样的呢 就是所谓的换汤不换药 所以今天你是打算要烤我们的Chef 是 没错 是 所以今天会是哪一位Chef接受挑战呢 欢迎曹勇师傅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久仰大名 谢谢 曹勇师傅 你知道今天要接受什么挑战吗 我知道 猪肚 我今天有准备一个这个沙坡焗猪肚 然后这个猪肚的话 我们会提前把那个猪肚先煮熟它 然后我们再用沙坡来焗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猪肚其实我已经煮了两个小时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猪肚是怎样处理的 好 现在我们先切这个猪肚 因为这个猪肚我们需要先腌制它 我知道你不是很会煮 所以我就今天 师傅 我不是很会煮 是完全不会煮 完全不会煮 好 好 所以这个挑战我是可以胜任的吗 有 我这样你可以 我真的告诉你 曹勇师傅 你放心 我很爱吃他做的菜 是 因为这个猪肚我们已经煮了两个小时 它已经是软了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用沙坡焗它的时候 我们把味道调好它 好 那味道调好 我们腌制了以后 我们就拿去焗 只要它里面熟了就可以了 猪肚最重要的就是洗 猪肚买回来 我们需要先把它用大概40度的温水 然后把它外面的那个黏液洗掉 好 它黏液洗掉了以后 把这个猪肚翻过来 然后把内部的那些油脂全部去掉 所以你看现在它干净的是没有油脂的 所以我已经去掉了 曹勇师傅 我的记忆中是用很多盐巴 来慢慢地磨 等一下 不是这样子的 还没有讲完 还没讲完 我们第一步是去黏液 第二步是去油 那第三步我们就是需要用盐跟面粉 来搓洗它大概三次 这个是拿来去味的吗 因为你面粉它有黏性 然后那个盐也是会去腥 所以你反复搓洗它的话 它的那个猪肚味它就会去掉 在煮的时候我们要放八角 姜 葱 蒜 这些材料 猪肚放进去了以后 我们放一点花雕酒 就是我们用小火煮大概两个小时 这个猪肚它就完全地软了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口感 对 所以我们现在调味 放一点糖 好 放一点胡椒粉 好 尹庄 你能吃辣吗 我的家人都不太会吃辣 但是偶尔挑战一下我想也没关系 好 那我们加一点胡椒粉是可以的 然后蚝油 蚝油 对 配姜油 蚝油两勺 两个茶匙 这个放蛮多的 是为了颜色吗 对 等一下我们煮出来 那个颜色就会比较有食欲 配姜油稍微多一点点 这个等于是我们已经调好的味道了 等一下我们只需要放去沙坡里面 去就可以了 看起来真的还蛮简单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给它腌制一下 好 刚刚你讲的那个猪肚汤 就是你做的那个排骨猪肚汤 它的那个做法其实 我刚刚有听你讲一下 就是要烧水然后把那个猪肚放下去 是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 那个猪肚你要先煸香它 炒香它 炒到它香以后 你再加烧水下去 它的汤煮出来是白色的 就是很好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需要加一些调味料吗 当你在炒的时候 不需要 如果煮汤的话 记得不要先加调味料 一定要最后煮好了以后 再加调味料 我还再加多一样东西 好 就是我们在腌制的时候 它的味道先让它放进去以后 我们最后要加一点生粉下去 让它生粉下去 它的那个 因为这猪肚是我们腌三到五分钟而已 它的时间不会很长 但它不一定全部都可以腌到那个味道进去 所以我们加点生粉 它会连着那个味道在那个猪肚上 明白 好 想问你就是您对于常常师傅煮这个猪肚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特别的要求 我觉得只要不一样就可以了 但我也跟你说 我姑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在我人生中的种种里程碑 她都有在 所以希望可以给她这份惊喜 到时你就煮这道菜给她 好 我来这边 这个锅烧热了以后 我们就放一点油 好 我们给它热一点那个油 好 我好心笨 很想看出来是怎样 出来 而且是食材五颜六色的 是 算吧 这样要站远一点 我有一点怕 对 站远一点 冲断 没关系 东西放多了它就不会滴 你看像师傅的手伤痕累累 对 在这边有做工 对 勤劳的工作 对 如果像我们这种会比较怕油喷到的话 我们是不是倒完了之后 我们赶快把那个盖盖上去 是可以 但是你就不要像我这样一样一样倒了 全部放在一起倒进去 快一点 对 你看 很香 很快 好香 这个我们放下去以后 它爆香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关小火 好 然后把这个猪卤放下去 你看它五颜六色很美 是 很漂亮 我已经闻到那个姜的味道了 我现在把它放下去 好了 我好期待这道菜 是 感觉上应该是 也同时煮一包饭 我们一起来吃 煮一包饭 是 配饭吃 太完美了 直接这样子散开也可以 对 我们加少许的清水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它会比较干 它会比较干 我们让它焗 所以我们加一点花雕酒 花雕酒可以多一点 它很香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关小火了 我们就拿盖子盖住它 好 盖子盖住它 中小火大概煮一个三分钟到五分钟 是 因为猪卤它是熟的 然后那些食材在里面它也是很快熟的 师傅 刚刚你说你把那个食材放在下面 然后猪肚放在上面 是特地的 一定要这样子吗 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调味 可以慢慢滴下去 对 鱼猪肚 它就是让那些葱 姜 蒜 这些可以散发香味的那些食材在下面 然后上面就放那个原材料 然后它的味道就会流下去 然后那个香味也会上来 好 现在我们的猪肚差不多好了 好 等一下 好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沙坡猪肚就完成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试菜了 好 尝尝看 好期待 它的猪肚很Q弹 不太硬 不太软 刚刚好 好 我觉得我姑姑会非常喜欢 我决定了 可以 我要煮这道给她吃 她知道好吃 一般上我吃猪肚 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皮会比较硬 有一点老 但是你的这个 里层和外层都一样嫩 那重点是在哪里 你一定要煮够时间 这个猪肚 然后你怎么样试它 有没有煮熟它 你就会拿一个筷子搓它一下 如果很容易搓进去的话 它就是熟了 好 如果你要它再软一点的话 可能你煮两个半小时也是可以的 我煮的这个硬度就是刚刚好 带一点点的口感 然后它是软的 对 对 杰勇 我什么都不说 你看 对 对 我说话的时候都吃完了 我刚看其实食材很多 可是没有想到 其实全部把它倒进去就好了 是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 所以值得尝试一下 是的 你们吃的会腥吗 那个猪肚 不会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那个烧味 对 真的很好吃 说不定之后我们新年 还可以做这一道猪肚的料理 是的 非常感谢曹勇师傅 今天帮我们做这么好吃的料理 谢谢大家 谢谢师傅 让我获益不切 谢谢 家常新煮意 美味好创意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